美国国家利益 美国需要与台湾加紧军事合作 F15EX可以完美对抗歼20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今天咱们得谈个硬事了 美国保守派国家利益网站 2024年3月1日的一篇评论文章 波音公司的F15EX战斗机 台湾对抗中国的完美战机 文章开场 在中美对抗加剧的大背景下 尤其是围绕着台湾 作者认为 在台湾岛部署F15EX重型战斗机 可以加强台湾岛的防空能力 这位作者呢 是一位资深的军事评论员 特别在太空竞争领域 但是在太空地缘政治的专家 来评论防空能力建设 有点不对路啊 当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的惊讶 原因是 他给了我一个感觉 难道是美国缺经费吗 还是我们的台湾同胞 是美国人的提款机 为什么这么说 F15EX战斗机啊 外号炸弹卡车 专项是对地面攻击 打空战 根本就不是他的设计理念 他根本就不是为了打空战的 而且呢 你用这个东西去打歼20隐身战斗机 那就是找死 这个东西跟我们当年 想用歼8去枪挑F22 属于同一个路子 当年我们是没办法 我们除了歼7歼8就没别的 美国现在不是没办法 美国完全可以把F35 或者F22卖到台湾去 台湾根本不需要什么F15EX 你把一个对地面打击的战斗机 卖给台湾 说可以帮助台湾进行岛屿防空 你说这不扯淡吗 由此可见 台湾在美国人眼里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有好货你不卖 卖一些花里胡哨的垃圾 台湾不是美国的提款机 是什么 如果不是美国的提款机 难道是美国的废品收购站 有必要讲一讲这个F15EX 让大家明白美国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飞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F15EX 其实呢 它是在F15超级鹰的基础上改进而来 外号叫超级攻击鹰 或者老鹰二型 目前呢 它想替换掉初代版的F15CD 以及同时解决F22数量不足 F35产能跟不上的问题 这家伙的纸面数据 除了不能隐身以外 其他的都无与伦比 装备着两台通用电器 F110GE129 涡扇发动机 高空最高时速可以达到2.5马赫 作战半径1270多公里 高空最高可以飞到18000米 一共12个外挂点专门用于对地攻击 可以适当的进行空战 与它对应的是外号东方侧位 同样叫炸弹卡车的歼16基本型号战斗机 歼16装备着两台涡扇10B发动机 最高时速2马赫 作战半径1550公里 最高可以飞到18000米 同样12个外挂点专门用于对地打击 也可以适当的进行空战 所以我们看到了F15EX对标的是歼16基本型战斗机 关键是什么 号称东方侧位外号也叫炸弹卡车的基本型战斗机 目前至少装备400架 另外还有电子战200多架 已经形成了战斗力 F15EX呢 2021年年初首飞 目前呢只生产了6架 还在试验阶段 而且受到经费不足的困扰 这个破玩意儿从一开始是飞机落后 不是技术落后 而是时代落后 如今想让台湾接盘 可以证明他现在在美国空军当中的地位 就是一个鸡肋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那怎么办 有办法 美国人会讲故事 先讲故事 然后在政治上施压台湾 强买强卖 最后呢 转交给台湾 这个废品 最后呢 台湾就收购了 我们知道 美国人讲故事是有一套的 这篇文章就是那个动人的故事 作者说F15EX虽然不是第五代战斗机 但是有超强的发动机 虽然没有矢量推力 有超强的挂载能力 以及近距离格斗能力 这是在欺负歼20没有机炮 完全可以协助台湾进行岛屿防空 我想到了一个电影 壮志凌云2 其实呢 这个里边我们应该拍一个 壮志凌云3 壮志凌云3让阿汤哥 开着一架F15EX 在台湾海峡上空迎战四架歼20战斗机 并且最终取胜的这么一个故事 别忘了壮志凌云2里边 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决定空战的胜利 是飞行员 而不是飞机本身 你别看中国人有优秀的战斗机 但是他们没有战斗意志 他们想的是40亩地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 他们根本不想打仗 美国有战斗意志 美国士兵有战斗的能力 美国士兵美国的飞行员 才是主宰和决定空战胜利的因素 而不是几架破飞机 这就是美国正在宣传的 所以我很期待阿汤哥的壮志凌云3 台湾海峡上空F15EX迎战歼20战斗机 文章接着说 首先我们的立场要坚定 我们的宣言要鲜明 怎么说呢 台湾对于美国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应该清楚 有人说台湾是一个没有主权独立的自治实体 是这么回事 但是作为战略学者 懂得战略的人 我们不应该这么看 台湾对于美国来说 是第一岛链的前沿 是西方文明的前沿阵地 是一条不沉默的航空母舰 所以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 我们需要怎么做 我们需要装备台湾 充分利用这条不沉的航空母舰 所以大家可看到了 台湾在美国人眼中的地位 就是炮灰 就是耗材 是可以被消耗掉的 而且文章接着说 中国时刻准备着 都想拿下台湾 所以美国不能怠慢 美国怎么办 美国人要知道 中国要想收复台湾的话 空战成了主要战场 所以他假设了一个场景 在理想的情况下 应该把F22和F35卖到台湾去 但是作者承认 F35太昂贵 产能跟不上 不应该卖到台湾去 其实不是因为他太昂贵 而是美国人自认为他太先进 他害怕这个技术被间谍给偷走了 所以他不想把F35卖到台湾去 然后作者还说 F22的系统太老旧 已经出现了代差 作为美国的战略学者 这么评价F22战斗机 可就有意思了 为什么 你这么评价F22战斗机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的意思是说 F22已经在隐身战机领域 已经达不到他所能承担的责任了 也就是说 歼20已经全面超越了 F22 那这个里边就有故事讲了 为什么 当年为什么美国的国会 把F22生产线给取消掉呢 不是因为F22过于先进了 而是因为F22已经全面落后了 那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作者接着说 既然F22和F35都不适合台湾的话 那么新型号的F15EX 就可以添补这个空白 他是这么说的 只要有充分的F35EX战斗机 只要能把歼20拖入狗斗的 近距离格斗状态 歼20根本就不是对手 因为这架飞机他没有机炮 他根本发不出一枪来 所以呢 在这个距离 在狗斗近距离空战 F15EX完全可以战胜歼20 你说这不是笑话吗 文章但是就这么写的 歼20没事去玩什么狗斗啊 这不疯了吗 还有你F15EX根本就不隐身 你这个东西能不能跟歼20 到了狗斗的距离 到了近距离格斗的距离 这还两说 而且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作者还说了 作者做了个假定 假设歼20的这个发动机 它不及预期 也就是说呢 它达不到五代机的水平 那么歼20充其量就是一个四代半啊 如果它是一个四代半 或者呢 比如说4.5 4.6 4.7 4.8 4.9 它就是一个四代半战斗机 那么不跟F15EX一样了吗 所以呢 如果歼20达不到它的水平 F15EX又能达到它最高的充分的水平的话 那么F15EX卖给台湾正好可以用于对抗歼20 F15EX可以完美的对抗来自中国大陆的战斗机吗 当然了故事你可以这么想 到了战场情况下无所谓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为了讲故事 讲故事之后呢 让台湾呢 去接盘 美国所谓的与台湾加紧军事合作 目的就是进一步的把台湾变成废品收购站和垃圾站 其实美国人也明白 台湾这块呢 它已经守不住了 那守不住了怎么办 榨干掉它最后一个铜板 榨干掉它最后一美元啊 把所有的垃圾都卖到台湾去 等到战争爆发的那一天 等到解放日的那一天 到时候美国会说 这个货物我运不过去了 到时候什么都没有 但是钱我拿到了 最后台湾呢 最后台湾解放了 所以呢 这是美国希望看到的场景 什么叫美国希望看到的场景呢 只要把钱赚到 剩余的东西呢 都无所谓了 现在美国竟然想把一个落后的战斗机 失去了经费的战斗机呢 让台湾去接盘 让台湾去延续这个战斗机的投资和经费 那可见美国人已经把台湾当成了提款机 当成了废品收购站 当成了垃圾站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想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